請翻開本子第25頁 本子第25頁 我們三個講次說到了 受距遮難第24門 前面的13重難我們已經說過 接著說明16清則的內容 這段文請做一起念 依不得度努 依不得度努 家族信德德 而不得度前逆之外 改行從善德德 當不得度負在人 或場地或親友在場 或在徒舍境接著 四不得受靈慧 哪個是者去逐見 但哪個是者德 五至九不得度在白帶來 有應遇難消耀陰謀 五種病人 病遇德德 十五不得度病之間 救命德德 十一不得度安靜 十入境德德 黃明禁禮德 十二不得無一波受聚 一不得戒一波受聚 或戒成蓄力 賺盡麻煩 不屬所得得德 十三不自稱平 十四不得稱和喪平 十五交情戒而不息 十六拓白一一外道一 一方言俱憾 六年六時不得受聚 謂並為喪平 好 這文裡頭 第十四個呢 不得稱和喪平 這個德把它改成憲 憲不憲的憲 這是錯的 不肯稱和喪平 不肯稱和喪平 那麼我們就來加以說明內容 那麼十六拓白一頭 第一個是不得度奴 度奴 那麼小柱裡頭講到說呢 這個家族 假使是給他的信 並且允許這個奴啊 出家的話 就可以度他出家 在建模書裡頭上就說明 為什麼不得度奴出家呢 因為這個生理啊 比丘比丘你的聚戒 聚戒 是居於尊高殊聖的位置 不是卑劣的人所能夠 賀丹這種地位的 那麼前世上就說呢 這個奴啊 也就當時因為有 比丘度奴奴出家呢 就遭到奴奴的主人們的畸形 然後呢 逃來出家的奴奴呢 也不應該給他出家受戒 那如果說呢 那如果說呢 是奴奴的主人自己送奉的 讓他要來出家 那麼就開始 度他出家 成就受去主戒 那麼講到這個奴 就是古代的時候呢 像印度都有這種情況啊 那現在呢 比較少看到了 也就是呢 佛陀在世的時候呢 有一個奴隸呢 那麼到京色來求受戒呢 比丘就為他受戒 受戒之後呢 就外出去脫波起始 奴隸的主人看到他之後呢 就升起畸形 有這種情形 除非是呢 奴隸的主人 自願放開他的話呢 讓他出家 那麼佛就開始 接著第二個呢 不得度賊 那麼小豬裡頭說呢 千里之外 改行從善則得 不可以度賊出家的情況呢 小豬的文就說明啊 譬如說他原來 原本是在這裡呢 做盜賊 那麼你度他出家之後呢 就把他呢 放到千里之外 而且他以前呢 所做過的這種偷盜 盜者的行業呢 他已經改變這種行為 有意呢 改惡向善的話呢 那麼這些習性都已經沒了 那也就可以 叫做改行從善則得 第三個呢 不得度賊在人 小豬說呢 或長地 或金有代償 或債主捨盡 皆得 那麼在印度 有債家人 傅債人 他在家的時候 傅人家的錢財了 那麼出家之後呢 就不再跟他所在的這種風氣 因此呢 受這種傅債人出家呢 就遭受了當時這些人的疾賢 然而在我國呢 如同在家的時候呢 你有傅人家的債務的話呢 出家以後仍然是必須要償還的 所以雖然你有傅債的話呢 應當在我們這邊的話 也不會妨礙受戒的 債者呢 假使這個負債的人 他有心還債 也不會障礙他出家的 債者第四個呢 不得受年未滿二十則 巨族界 小豬 待滿二十則得 所以不可以給年紀 還沒有滿二十歲的人 受比丘的巨族界 必須呢 等待他年滿二十的話呢 才可以的 所以例典上說呢 年滿二十歲的人 能夠堪渴忍耐 寒熱風雨飢渴 還有飢餓口渴 還有慈戒 能夠日中一時 忍受人家的這些 惡劣的言語 以及毒蟲 這時裝的事情 那麼巨族這些的條件呢 就是大帳户的相狀 接著下文 五字久不得度賴 白賴 庸居 甘消 癫狂 五種病人 小豬說到 病欲 則得 那麼至於第五項到第九項呢 就包括了不可以度 這個賴 賴就是惡瘡 玩弦 或者麻蜂 這一類的 白賴就是白蜆 就是白突風 它是屬於頭蜆的一種 那麼主要它的 病原體呢 是一種黴菌 這種症狀呢 它是頭部先出現白色 或者非白色圓形的斑點 會刺癢 那麼局部的麻蜂會脫落的情形 再來 庸居呢 就屬於窗毒 這種窗毒的產生 大多是由於血液 運行不良 血液循環不好 毒質呢 這種有毒的物質的 淤積在我們身體而產生的 那麼它範圍比較大 但是比較淺的這種情形 屬於雍 而生的 它的這種患的 範圍呢 是生的情況呢 就屬於居的這一類 大多是長在脖子 或者背部 或者臀部 這些地方 肝消的就是消瘦病 以及癲狂 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人 那麼這五種的病人 都不可以度他出家 除了小柱所講的 病欲則得 這五種病人 假使他的病 痊癒的話呢 就可以度他出家 在善建律裡頭說明 說賴 癬 二病 就是賴或者白癬 這兩種的情形 這兩種病 不問赤白黑 下肢如爪 不管 就不問 它是赤色的 白色的 或者是黑色的 乃至於下肢 最小 增長如同 我們的直轉 那麼大的一個大小的範圍 若在路處增長 不增 聚不得度 假使他的患部 是在路線的地方 無論會不會增長 都不可以度他出家 就在路線處 人家看得到的地方 會給人家覺得 這種身相不莊嚴 秉促增長不得 不增得度 假使是生長在屏處 比較隱密的地方 增長的話 它會再增長 那這種就不行出家 它不會再增長的話 就可以度他出家 第十個 父母不聽 不得度令出家 那麼小柱說 求聽則得 這種出家 一般如果沒有父母同意的話 都是像躲 在躲遊戲一樣 東躲西躲 怕父母 找到他 這個情況我們都遇過 這個情況我們都遇過 所以如果他出家的話 應當取得父母的同意 那才可以 假使父母不聽學的話 不可以度他出家 有時候父母本身 他是獨生子 就不讓他出家 你度他出家的話 父母就會早上門來 每天來到試驗裡頭 大吵大鬧 那這個要修道的心就不安穩 東闖西躲 那麼很難定下心來的 所以父母上 父母假使不是很反對的話 不反對很嚴重 像說如果你出家 我就自殺給你看 那還有商量的餘地 所以可以用很多的辦法 讓父母勉強 還可以讓你出家 像過去也有人 他就斷死不吃飯 後來父母怕他餓死 也就准許他出家了 再來第十一個 不得度官人 小柱說 食路盡則得 王聽亦得 這種是屬於在朝廷 的這些文武官員 假使他的食路 已經完的話 已經結束了 也就可以 或者說是國王 聽許的話 也是可以度他出家的 那麼度官人的原籍 也就當時 佛氏的時候 因為 比丘度波斯尼王的一位勇將出家 那麼王失去勇將 而升級 積賢 怨恨 所以佛所自定 不得度官人 那如果說是重要的官員 就不可以度他 其他的 像閃任 就是沒有 名字 名位 或者無路的 這種 就是被解釋的官人的話 這種就無妨了 第十二個 不得無一波受距 亦不得借一波受距 小柱說 佛戒者許筆半徑翻還 不及所者 則得 所以不可以 你沒有三意一波 而來受巨逐戒 也不可以借人家的三意一波 來受巨逐戒 那麼小柱他就說明 或者借給他人的一波 的這個人 准許對方 他受完比丘戒 已經備辦好這些一波了 那麼那時候再來歸還 而不會說 馬上他受完戒 就把他要收回來 結果對方要脫波的話 每一波可以脫 要三意穿的話 沒有三意可以穿 而且施主不供養他 這樣也不行的 那假使不馬上 跟他索求回來的話 那就可以受巨逐戒 第十三 不自稱名 不自稱自己的法名 那這種情況就屬於 他沒有心想要受巨逐戒的情形 他就不自稱法名了 第十四個 不肯稱和尚名 不肯來稱呼和尚的名稱 在受巨的時候 戒士問和尚至誰 這個戒指 莫然不回答和尚的德號 這個就是不尊師 不尊重師長 那在結模書裡頭 他解釋說 別有所重 和尚見親也 就是說 這個人他另外有尊重的對象 而你這位受戒和尚 被他看清了 所以他就不稱你的德號 那這種情況 不可以為他受戒 第十五 叫他祈求戒法 而他不肯祈求 那麼在歷典裡頭講到說 佛陀說 叫起戒而不起戒 這種情形也不可以受巨逐戒 再者說到 當時就是有比丘勉強給他人受巨逐戒 後來這個人他就逃回家去了 所以佛陀說 不可以勉強為人家來受巨逐戒 這種情況也就是說 對方沒有心 要受巨逐戒 我們必要強迫對方來受 他不想出家 那你勉強他 到時候還屬了還是一樣 白忙一場 所以不必了 第十六個 著白衣衣 外道衣 莊園聚等 要受戒的時候穿著 白衣俗人的這種俗衣 或者外道的衣服 或者來受巨逐戒的時候 身體佩戴種種莊嚴的器具 這種情形都不成就受戒 那麼在結模書裡頭說 在歷典當中 無依或者戒衣都不成就受戒 而撒伯多論裡頭講 不去途虛乏 或者沒有依波受戒的 這種要屬於得戒 但是要得罪 在五百問世經說呢 我們就直接引施文律來講 施文律裡頭呢 沒有正文的開學 就是屬於非法的情況 但是呢 有濫緣的情況下呢 應當也可以開學 就是說穿這種白衣的衣服 或者外道衣 有這種難緣才開始的 如果沒有難緣 那就會成為受巨逐戒的障礙 再來 再來又連滿 又連六十不得受巨逐戒 受巨逐戒 唯聽為沙咪 說連滿六十歲的話呢 不可以受巨逐戒 只能當老沙咪 但是按照生其力裡頭所講的 二十歲以上 七十歲以下 那麼他各方面呢 身體狀況都很好 也能夠隨大眾生的這種作息 並且能夠照顧自己 而呢 他自己在家的時候呢 各方面修行呢 用功都不錯 那也允許他受巨逐戒 那這種人就是有所堪能 是丈夫的位 丈夫位得以受戒的 那如果說超過二十 或者連減七十歲 縱然他有所堪認 即是硬法 以及他現在是硬法的位置 也就是二十歲到七十歲中間 但是無所堪責 那這種情況就不能夠為他受戒了 這以上呢是屬於受聚遮難 這個十六親這個部分呢 我們到這裡也介紹過 接著說明 說明了下一門 請和善華 第二十五 那麼前面的重案輕則呢 在我們戒場 登壇受戒之前 水差教授師法 那麼這個教授師呢 他受拆之後呢 就出眾到這個壇外呢 去問戒指 你有沒有犯到重案輕則 之後呢 在登壇的時候呢 在由結謀和尚 對眾再問一次 對著大眾實施的面前呢 再問這個戒指一次 這個重案輕則 所以深文戒的這個戒法呢 受戒的次第非常嚴謹 他請師之後呢 要登壇正受比丘戒的時候 有所謂的八四為元的這個流程 從最初的壇外正請師法 乃至到第八個呢 對眾正問法 那我們這裡所說明的 水請和善法 那麼這個和善呢 翻譯叫烏婆托耶 那麼依照義理來說呢 翻成醫學 也就是醫護這一個人 來學處理世間生死之聖道 右者呢 翻譯叫做立身 他呢 有力量能夠生起弟子的法師會命 所以這請和善法呢 就是受居住戒的時候呢 戒指要起請和善的一個法度 這是屬於第二十五門 這一段我們請作為請念 五和善不得受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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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和善乃至多和善不得受聚 欲受聚時若不受聚 聖誡和善在不需和請 若能施禮不再賤 英能折民時請知 天堂不愧和照大作如事與 我謀講 金井大德为和尚 愿大德为我做和尚 我亦大德故得受聚如戒 如是三说 吴利头说到无和尚 受戒的缘不聚主 就不可以受聚主戒 二和尚乃至多和尚 亦不得受聚 我们一个人 只有一位亲教师 就好像我们的生生父母一样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父母 不可以多的缘故 佛所制定 中国受戒的话要十人 就是三师七尊正 必须十位比丘才可以受戒的 而这个德戒和尚 它必须是十那以上才行 在边地受戒的话 这五人受聚主戒也就可以 所以在目前 说佛法虽然很兴盛 但是真正 实际修行的 也是不多 所以在当时 宣主他就提倡了 五人受聚 这种情况在往前 推到智者大师要临灭之前 弟子请求大师注释 智者大师提出的条件 就是说 你们为我找出了五位真实的比丘来 如果有的话找得到 那我就注释 所以宣主提倡 而这个知主也有 也是说 可以按照五人受聚主戒的 这种情况也就可以 所以目前像泰国 缅甸这一方面 也是有五人来受聚主戒的情形 那么我们台湾 大多都是十人 而五人的话 也是可以 但是目前比较少用五人来为人家受聚主戒 那么欲受聚使 想要受聚主戒的时候 假使本来为你受十戒的和尚 就是你的剃度师长 还在的话 就不需更勤 因为过去都是由剃度和尚 来为自己的徒弟 受聚主戒的 那目前都是 师长剃度之后 然后送到戒场 去受剃度戒 那假使说本师 在为我们受十戒的和尚 他已经不在前 或者说也就是 是往生 不在前就往生 因更则民师请之 我们应当更加选择 明白律法的这种师长 好好来提请他 那么其籍的礼节 必须要偏袒和尚 偏袒右肩 那么胡贵的话 通常都是 右膝跪着 而树立这个左膝 也称作戒 不跪 那么假使两个膝盖 都跪下去的话 叫做长跪 然后合掌 合起掌来 那偏袒右肩就表示 有所执作 有一种胡的态度 胡贵就表示 穷尽恭敬之心 而合掌就表示 专制一心的这种态度 那么必须要做如是的言语 我摩甲 我摩甲 今请大德为和尚 说呢 要这么样的 说这样的一个原意 我摩甲 摩甲就自称法名 现在的其请大德 为我做受剧主界的和尚 那么这一段呢 就说明自己所期望的这种情形 愿大德为我做和尚 我愿大德呢 为我来做得界的和尚 也就是请求 老人家慈悲啊 能够满我本来的愿望 那么我一大德顾 得受剧主界 我依托大德的缘故呢 才能够受剧主界 借地会三五六学 由此就可以升旗 因界而宣定 因定而花会 因会断返老度众生 成活到 那么讲过这一句话之后呢 通常啊 我们是照第三遍 第三遍的时候呢 就要加一个大慈敏顾 加一个大 那前面两次都是讲慈敏顾 一共要讲三遍 那么慈敏顾就是说呢 我已经叙述自己的心意 就请老人家慈悲听许 这个意思 如是三说 就是要讲三遍了 那么这是属于请和尚法 这一门我们也就有说过 其次就是这个威仪门 最后的一门 讲到呢 比丘六五名项 第26 那在比丘六五名项呢 我们也来稍微 未入文之前就说明说明 这个沙咪呢 他前面没有重难亲车之后呢 请失之后 接着就是要敬受大戒 那么这经受大戒呢 根据我们历连来的经验 了解 一般的居士呢 他来到道场之后 他的道心很强 希望早一点能有剃度 当沙咪 那么当沙咪一段时间之后 他心里又急着呢 我要赶快来受笔修计 心里非常急 迫不及待 但实际上这个道前基础的方便 假使没有扎实的话呢 往往影响日后的修学 这是自己呢 辅导小众的时候呢 经常遇到的这种事情 所以 有建议指 那么我们过去的经济社它是 你满一年 当沙咪一年就可以了 考核之后通过就受修计 后来呢 感觉 这样再下去不行 不能够合乎 生团的一个标准 所以再延长一年 就变成两年的沙咪教育的学习 在韩国的三阿咪阶段学习 是要四年的 才可以当受修计界 所以这方面呢 道前基础啊 一定要做好 这个基础 前方便啊 你没有好好地虚心学习 等到呢 登了受修计界之后呢 你说有人在来说你吗 不太可能 就像我们比丘班的同学 你们自己说 彼此之间也没有经常劝见 还是呢 争一之隐 闭之隐 那还不关我的事 我看是很少人会互相劝见的 所以呢 当你是小众的时候 人家都乐于 来说你 告尽 这个是呢 学习 最好的一个时段 错过的话呢 这一生就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因缘 所以我们三名小众 要把握这个时间 那在讲到这个三世诸佛呢 都有身属男女的七重弟子 佛陀在世的时候呢 佛法的这种弘扬呢 是以佛陀为中心 那么佛灭度之后呢 就以比丘为中心 而比丘呢 是七重之手 所以他有义务呢 要来教导 其他的六重的这种义务责任 而三名呢 他受俱计界之后呢 三班结末结束了 就成为大比丘了 这个大比丘的开始呢 是身份的转换 是一种责任的承担 跟使命的一个开始 并不是代表你毕业了 因为受比丘界之后呢 要学的事情 要学的法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不可以把当受俱计界 当作儿戏在看 所以呢 你急着受俱计界 但是图这个虚名 而没有实质意义的话呢 当来加沙阿之下 失去人生 那真是苦中的苦啊 就没有人来救把你了 所以小众经过阶段性的 调整之后呢 他的道心 个性 知见 都有相对提升的时候呢 就是他受俱计界 最适当的这个因缘 因此呢 我们接着就说明 关于这一门 比丘六名相的意义 我们看着补充讲表 一百零四页 一百零四页 一百零四页呢 户表二十八呢 我们将这个题目啊 来做个解释 首先解释呢 比丘是谁 范语 必处的音译 那么它里头含有三点的意义 第一个破恶 就是说呢 比丘他修这个戒定会之道呢 马申口一所造作十二页 破除之后 转为十三页 能够呢 破除见识的这一种恶法 所以称为破恶 那么也称作破烦恼 因为比丘 他修学这个戒定三无漏学 戒定会三无漏学呢 必定将来能够呢 破除烦恼的结识 而成就圣果 这属于破恶的内容 第二个布摩呢 就是说呢 有人他发心出疆受聚足戒 在受戒的时候呢 杰某和尚会问你 鲁是丈夫否 你就回答 是丈夫 而且他已经发佛的心 那这时候呢 生动天地啊 那也就说明 这个比丘呢 他既然能够修学圣道 魔王颇行 他就会惊恐不畏 为什么不畏 因为这个比丘呢 他不但自己成就圣道 出魔的这种戒狱 而且他能够辗转教化其他人 而来空掉魔王的这种眷属 所以称作布魔 所以凡是呢 有人发心出疆的时候呢 魔王颇行 他都是呢 内心啊 他听到之后 内心都是毛颂部位的 恐怕他呢 胜道成就啊 而处理世间 他的魔众就减少 那魔子魔孙减少一个呢 在我们佛法里头呢 就是人 将来呢 成就就近的丈夫啊 那么这就近的丈夫呢 是佛的十号之一啊 比丘他虽然不是就近的丈夫 他是学丈夫的人 学丈夫 丈夫就是有大人的这种志向 难行人行 难忍人忍 有十种忍耐 我们刚才又讲过 耐风雨饥渴等等 十种事情 这个就是比丘丈夫啊 那么因为魔王他不畏惧生死 喜欢他的同党旁类啊 多多益上 越多越好 所以在绿典里头说明 如果有一个人受比丘戒之后呢 地神空神啊 辗转传告啊 请客之间啊 这个声音遍布出禅天 魔王啊就震惊恐怖啊 那么如果说你受戒 之后呢 破了比丘戒 这护法神就会发出呢 大大的这种探型的声音啊 那么也是辗转传告 偏已出禅 这时候魔王听到了 非常欢喜 我的这个魔子魔孙呢 又回荣了 他很高兴啊 再来第三个的起事呢 起就是祈求 那么事呢 就是清雅的这种称呼啊 也就指比丘比丘尼 那么比丘比丘尼们呢 能够经常的脱脱起始 清静啊 来以致活命啊 上起佛法 以致住自己的慧命 下起饮食 以致住摄身 所以称为起事 那么这讲到起法呢 也就是祈求什么法 是练处 是正勤 是如意足 五根五立 七谱敌分 七觉知 八真道等 三十七道 挺之法 那么下起众生的这个知具 也就是世事的供养 衣服 饮食 卧具 汤药 都包括在这里头 来知住 养活自己的摄身 的生命 所以称为起事 再来说明 弊处的五德 比丘的五德 第一个 体性 就是他的性情柔软 那就比喻出将能够 折乎生育的粗犷 所以佛自立这个名称 我们受戒 叫顾名思义 比丘他的体性是 温良 恭敬让 那我们自己是不是符合 这个柔软 温良 恭敬这样的条件 我们的性情柔不柔软 可以去思维一下 那么心不调柔的话 不能够生长 朱善根本 你心不调柔 就是刚强 而不静 那不静的话 就是刚强 心就刚强起来 不能够调柔 内心不是那么样的一个良善 因此不能够生长 朱善根本 本来有性静之心 才能够生出善法来 那因为你没有性静之心 心不调柔 所以佛法里面的一切的善法 这个界定会都生长不出来 所以我们出家修行的人 心要调柔 不能够刚强难化 那么性情就是要柔和善顺 你心不调柔 跟这个法不能够相应的 很难修学 所以第一个 性情要柔软 像我们过去 到泰国去昌反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南传的比丘 彼此之间的讲话 都是轻声细语 很调顺的那种感觉 讲话不会像 我们有时候像广播电台一样 这边大聊讲话 可以传到我们个人的房间 都听得到 那个肺佛量很大 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个 隐漫旁步 就比喻出家传法度人 连绵不绝 就是失之的受受 传界来教化众生 哨龙生种 虚活的慧命 第三个 心相远闻 那就比喻出家的这种 戒得丰富 分相浓厚 为大众所绣闻 那么佛陀就是要我们 能够舍弃无欲 恒常淹离在家 因为在家是魔所细数的 那么家是烦恼生起的地方 心的如果老是 恒常攀岩 无欲的境界 就如同阿涵君所讲的 无欲极谋 破坏善法 所以说 出家常厌与在家 不然世间离无欲 不然着世间 你要离开 厌离无欲的境界 那么恒此境界的人 恒此这个境界乡 才能够获得五分法身 慈戒的就和尚所讲的 角如冰霜 沉点不然 那你这种戒得的 这种芬芳 芳香捷径 就被 死芳 以至于仁天 所敬重 第四个 能疗疼痛 就比喻出家 比丘出家的 能够断烦恼的 毒害的这种痛苦 所以出家的话呢 就是要有法 那么这个法要 怎么让得来呢 就是要勤学 好学 不能够懒惰 懈怠的 所以这个甘露法要 能够除去我们众生的 八万世间的苦 那也就是说 你要说法度众生 因此我们出家受戒之后 当了大比丘 你思维 我是不是有具足这种功德 我应当逐渐朝这个方向 去努力 要明福起实 才可以的 第二个 不备日光 就比喻出家修行 内心经常清静 保持清静 向个活日 也就是不违背 佛的教计 能够通达活会 接着再说明 这是比丘武德的内行 我们说过 接着六物 就指六种物品 全称叫比丘六物 最初我们出家的时候 到现在一样 我们出家人都不可以缺 或缺的这种生活之具 而且是佛陀自定 所允许 使人续用这种财物 那么讲到三一 也就是生起理 就是大一 玉多罗生 就是上一 安陀位 就是中一 这属于一组 以及波尼斯坦 尼斯坦就是腹部坐卧 的这种之具 那么银水所用的 这种绿水囊灯 有六种 这个称为六物 那如果列具 选列后面两种 一般就称为三一波 再加上裁缝用具的针筒 就称为八物 所以事实上 我们现在的比丘 不只六物 八物 还有很多杂物 什么杂物 电脑 手机 还有车子 所以过去几年前 前几年 跟一位道友 还有去香港 在半途当中 他就跟学人说 现在有人说 三一波记都可舍 不能没有弄不可 我当下听得吓一跳 这三一波记 是佛陀所制的 出家人怎么可以舍呢 那舍掉的话 你跟这家人 有什么两样 我就跟他对一句话 我说 三一波记不可舍 再加一台 如果不可 所以现在出家人 很忙 还是当古人 叫比没有事情 少这些 清卦 少这些清卦 有这些杂物的时候 搬家 往往都是 整头路故 一车又一车在 要跑好几回才能够搬完家 非常麻烦 那下面我们就一一来加以说明 再来讲到这个名相 也就是名称相状 那么以下呢 简略说明六物的大义 我们先说明智义 其次再说明三一 等等这些内容的情形 那么我们看之一 在一间度里头说到呢 佛陀当时见到朱比丘呢 在道路行走 那么多担义物啊 就是身体担着很多的义物 那么走路的时候很辛苦啊 大包小包的啊 那佛陀老人家很慈悲 就做这么样的念头 说可谓这些朱比丘 那么来制定义物 限定多少的这种制度 不可以过限的续用 那当时佛陀就最初呢 在初月的时候呢 在陆地坐 就穿着一衣 到了中月就感觉寒冷 又批着第二衣 到了后月又感觉会寒冷 再批着第三衣 这时候就感觉安稳 而不能够 而不能了 就能够安稳住了 佛于是就说呢 听语比丘啊 续用受此三衣 不得超过这种限定 接着申请里头讲到呢 佛陀在王舍城 第四石窟前面 惊醒的时候呢 见到这个稻田 西畔啊 非常的分明 就告诉欧南说呢 过去诸佛的衣像 如是 那么从今以词 依词 依照这种情况呢 制作这个三衣 那过去的诸佛弟子呢 都是穿着如是的衣 未来诸佛的弟子 也是批着如是衣 就如同我今日呢 以刀割结 成为这种三门衣 这个三门衣 就不被这个道贼所结啊 为什么道贼不抢 因为这个衣啊 比道贼的衣服 更没有价值 所以道贼他不想偷你的衣服 抢你的衣服 这个是谢托补 福田之衣啊 那么诈之论里头讲了 说百衣求乐呢 所以续存种种的衣物 外道修苦行 所以诺行没有穿衣啊 而这个种就是没有羞耻心啊 自顾佛弟子呢 应当舍离二边 就不太过于辛苦 也不要太过于享乐 要处在忠道 要少益知足 所以佛陀制定比丘 但序三衣 接着萨伯多论里头说呢 欲献未曾有法固 一切九十六种外道 无此三衣的名称 唯一外道固 那根据呢 超批里头说到了 说之所以会有这三衣的名称像状呢 是由于佛陀出世啊 才显现的 那么至此呢 佛还没有出现世间以前呢 九元旷节以来 没有这三衣的名像 所以称之为未曾有法 那么一切九十六种外道呢 都没有这三衣的这种名像 这是呢 萨伯多论 为了呢 亦有别以外道的缘故 这是呢 萨伯多论里头所讲的 接着呢 杂欧函经里头说到呢 说修这个慈悲喜舍 事无量心呢 批服三法一 这种是呢 具有慈悲心的人的法福 再来是宋令里头讲到呢 为别以外道的缘故呢 于是呢 用刀来割结的缘故 也就是呢 刀剑的意思 那么知事 惭愧仁医 由此可知呢 这个是惭愧仁的医 也就是说呢 因为假使我们接受 披着好医 难免会生起贪着的心 也就 没有惭愧心 所以呢 由于这种刀割结 用刀割结 在之后呢 在一块一块 把它缝补起来之后 又把它破坏的缘故呢 那么就知道 这是惭愧人 所披着的法医 再来华言经里头讲呢 说披着加沙的人呢 必须要舍离贪嗔之三毒 所以出家人呢 在披着加沙的时候呢 要经常 我们提示自己 不要生起这三毒的 这种不好的念头 再来寺利里头说呢 十番三世人 诸我世尊 诸我如来 都是披着 安陀位 玉多罗身 生起离 这是三一 那假使说呢 有众生 对着穿着加沙的人 生起了一恋的恶心 就等于像 三世诸我 辟知佛 欧罗汉 以及着染医的人 要获罪 无量无边 生起这种恶心 为什么呢 因为坏色的这种法衣呢 是三秤 贤盛的标志法式的缘故 其恶心的话 这种罪业是很重的 那反过来讲呢 如果有人能够发起 一定的善心 恭敬 穿着染医的人 那么他将来 所获得的福报 是无量无边的 接着就是超纪 里头所说明的 就是《贤益经》当中 说监视受亡 列者披加沙固 不言致盛 既被见以忍痛致死 但言着加沙者 当于生死 即得戏托 这个就是超纪里头 他引《贤益经》 所说明的 当时佛陀就告诉 欧兰尊者 说古习无量 欧生其解的时候呢 在淫乎体里头呢 有一座山林当中呢 有一头狮子 它的名字呢 叫做加罗皮 翻成中文 叫做监视 那么这个头监视的狮子呢 它的躯体身体 是深金色的 光明相显 会花光的 闪闪花亮 当时有一位列师 打猎的人来到山林当中呢 他呢 看到这一头狮子 就呢 剃头 着加沙 而且他是身体 有佩戴这个弓箭 就趁这个金狮子 不注意的时候呢 就用毒箭 把他射杀 那么狮子被射中之后呢 会痛啊 他就想要 马上呢 扑过去 杀害这个猎人 这时候忽然看到 他是着加沙的 穿着加沙 心里头就想 这个人不久呢 必定得到泄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染衣的人啊 穿染衣的人 是三寸圣人的标向 如果我杀害他的话呢 就是恶心 向三寺贤胜 来结罪 那么说过 他就说一首记 说耶罗罗 婆舍说 耍 乃至于 列师就剥掉他的皮 把他的皮剥掉 去奉献给国王 那国王就求这个仙人 来解释 他上面所讲的这一首记 那么仙人就回答说 耶罗罗 也就是指 剃头着染衣的人 当于生死啊 很急速 很快地得到泄脱 婆舍沙呢 也就是说 如此上面这个人 他都是呢 贤胜的这种相状 接近于涅槃的这种情形 说哈 说哈呢 就是说 如此上面这种人 当为诸天世人 所见 见到之后呢 能够尊敬仰慕的对象 你看这个加沙呢 毕童加沙 这功德这么样的殊胜 那根据呢 《悲伐经》里头 他有讲到 说如来在保障佛所 他发愿 说将来我成为的时候 我的加沙具有五种功德 其中有一个功德 就是第五功德 讲到 若在兵政 此少跟恭敬尊重 常得胜他 那这个加沙的功德 这个是有公案的 为什么能够在军政 在兵马战乱当中 能够胜对方呢 就在唐朝 唐初的时候 有一位全律师 他是韩国人 苦力 那么隋阳帝曾经 三次来攻打高丽 后来高丽投降 那当时李渊就在太原 三西来太原起兵 隋阳帝 这时候也被杀死在江都 那么李渊之后就建立这个大唐 就是唐高主 那从隋末到这个唐初 中原几经战乱 可以说是动荡不安 这时候高丽国都不来向唐朝朝贡 那这时候当然 等到唐朝他的国事 政治光面都稳定之后 就准备扫平天下 再次来征华高丽 那么唐朝就派五万的大兵 要去征华 那古时候我们知道交通 是不方便的 几千里路长途的跋涉 这个粮草的补给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这样也显示 大唐的国力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位权律师 当时是在高丽 他还没有出家之前 被派去从军当兵 那么他先前就有听过说 加沙的功德威力不可思议 因此他就求得数片好几片 就细绑在他的衣服里头 后来唐朝来攻打的时候 两军交战 全律师他恐怕兵败 而且他也不愿意杀身 自己就卸下他的兵器 脱下盔甲 然后独自一个人就前往到唐营 要投降 当时他就看到遥远见到这大唐的国旗 在空中威风凛凛的飘扬 这时候有唐军一个前哨兵 远远看到群议师走过来 一看大事不妙 就急着跑入这个营寨报告主帅 主帅看到他大声嚷嚷 大事不好 大事不好 就说两军交正之前 凡事都要镇静 大声小叫怎么承办大事 什么大事不好 说来听听 这前哨兵急着说不出口 就一直用手一直指外面 一直指 主帅到外面看 打开帐门一看 大叫一声不得了 比那个前哨兵叫得更大声 吓死人了 那什么情形 原来郑前方有百万雄兵 都是披着光明的盔甲 大举与前进 那当时这个主帅心里就想 我才五万大兵 这一来不要说全军护没 被人家斩成肉将都不成问题 那整个唐军就大为恐惧 这时候主帅就下令 全军卸下兵甲 脱盔甲 赢白鸡的投行 举白举要准备投降 那主帅就率领几个高阶的将领 前往投降 结果到前面一看 奇怪 怎么没半个人 很奇怪 他觉得非常的奇异 等到藏者结束了 就带全日师 全日师回到中国 到了这京城就禀报 起座皇上 那皇帝也要给他当官 但是全日师他本身 对佛法有信心 他自在要求泄脱生死 因此就请求房上给他出家 于是就在长安住下来 那他所住的试验有大大的神意 什么样的神意的是 就是他的肩上 肩膀上会晃光 晚上走路的时候 人家都看到他火炬树立在他的肩膀上 这是讲到 加沙的功德 有这么样的殊胜 就是 北华经所讲的 如果在兵政当中 有持少 跟恭敬尊重的话 常得胜他 你就会打胜仗 不动干戈就自太平了 就不会有花生伤亡 其次我们再说明正文 请看着二十六页的地方 我们来介绍比丘的六五名相 这一段文请大家一起练 一 安陀会 一 安陀会 此云中处一 一云杂作一 破五条 一长一短 破曼条 破七条 九条等已久 向座安陀会 受此皆的 喝水声量 数三轴 和五轴维度 可解不可证 不得如今时之数三横六 下二一定同 二一佛罗生 此云三作一 一云入重一 正因气表 两长一短 因割解 平和黑条一等 若九条等遭就 将作于佛罗生地等 三生前以此云重一 一云杂罪印 一九条二大地短 真其律许至十五条不得过 四分律许至十九条不得过 根本律许至二十五条不得过 因割解 因此若有割解于佛罗生 和别条真前一云得 四一世弹 此云作聚 因两成作 当若二者手患 忠词无耻 皇二者手 忠词世耻 或是不或居上称圣 或是不一成一 不活罗罗 此云因两气 或网或蝶为之 他不或缠生 小不或断生 启食用之 六如入水难 以洗手移军为之 不得不入神 行二的心理 此事物无神要用 今物行词之据 断不可缺 答应济奏等 欲文不载 似乎欲用 欲重追踪 一切始终 专修四面书观 不可不及讲求 好 那么第一种叫做安投会 那么幻语安投会 翻成我们的中文叫做 中树一 也就是静身住 靠近我们身体贴身而住的缘故 那么过去在印度的沙门 出家人都是穿着袈裟睡觉的 但是中国的出家人 目前的这种袈裟 是没有人穿着袈裟来睡的 因为中国的出家人 这个身服 他近身的有内衣裤 外族小卦裤 还有长衫 再穿上海青 再搭加沙 所以汉传佛教的出家人 都是穿短衣裂来睡觉的 这种衣在过去印度 或者目前的蓝传国家 就是衬生衣 所以说下衣 也叫下衣 一云杂作衣 也就是杂作衣 那也就是说 大凡做一切的作物 都应当要批走的缘故 凡是我们在寺院里头 指导做事服役 扫地 或者除购汇 或者在道路 出入网环 都应当批走这种衣 那么印度或者蓝传国家 都属于热带地区 出家种的除了三衣之外 就没有别的衣了 所以他们穿着五条衣工作 那中国的森林出家种 除了袈裟之外 我们有小裁中裁 长衫等等可以穿 所以中国的出家人 虽然有五条衣 但是没有人 是穿着袈裟在工作的 但是根据了解 过去上宣下化 老而上在世的时候 他们的习惯就是 出门都是 披着五衣的 袈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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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 又別創成為我們現在所穿的身符 叫法衣 最初就加偏袖而成為偏袖 之後又使令縫合這個裙子 做成了職序 所謂的職序就是將偏袖跟裙子 縫合而成的身符 所以我國在唐道中世以來 就盛行成為現在褲子的形式 那麼到了漢代 到了唐代以後 帝王都會試這些高僧 紫衣 匪衣等等 那麼這些無謂都是隨各地的風土 氣候做得方便 不過這些比較鮮豔的銀色 像玲羅 錦旗等等這些資料 還是不能夠服用的 不可以穿著的 或者漫條 或者屬於 或者漫條 就是或者屬於漫條 沒有這種長短向的情形 或者七條 九條等已舊 降座 安駝會授齒接等 所以或者七條一 九條一等等 已經故舊的 也可以把它降格 改做成了安駝會授齒 以上的情形都是可以的 那麼各隨身量呢 數三軸 橫五軸為度 各別 隨著我們個人的身體度量 數有三軸 那麼一尺就有一尺八 一軸是一尺八 三軸就是五尺四 橫的有五軸就是九尺 那麼就以這個數三軸 橫的 橫軸是五了 五軸來講 作為度量 可減不可增 可以減少 但不可以增加 不得如今時之數三橫六 不可以像現在這種數三軸橫六軸的 這種情形 下二一病統 下面玉多羅生跟生結理兩種一 也是一樣的情形 那這裡我們看到了 補充講表108頁的 護表29的圖 那麼這個安駝位的大概的意思呢 我們剛才已經解釋 這裡就不再說明 注意看著這個安駝位 五條一 這一件衣 視角都有一個小塊 這個叫做貼視角 那麼根據三仙威夷經裡頭所講的 另貼視角 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著用情局 就是說我們在拉的時候呢 相助為力 比較有力啊 那麼這有五一呢 它的形狀就是呢 有五條 五條的話就是一長一短 總共有十格 注意看就知道了 如果這樣看不清楚 撒密的同學就跟比丘啊 借這個五一來看一看 到底什麼樣子就可以了解 再來我們再翻到前面 正文二十六頁的地方 接著呢第二玉多羅生 就是呢 比丘六五的第二種 第二種叫做玉多羅生 此語音上卓一 在我們中華這個地方呢 就稱作上卓一啊 就是呢 在五條一之上 披走的緣故 也叫做呢 入中一 也稱作呢 之所以稱為入中一 也就是入中的時候 所披走的緣故 那凡事呢 我們禮佛 修禅 宋經 作禪 護哉 聽講 或者 布煞 作自治 都應當要披走七一 那個正義七條 它正式的格式有七條 每一條都是兩長一短 因割結 應該把它割結 開來之後再縫補起來 那個平呢 也就是衣材不足 貼條就是蝶葉做 在衣材不足夠的時候 你可以用外葉蝶在衣的上面 這種情況也可以的 那麼這些內容 我們三米同學 你受了大戒 聽隨機節目之後 就了解 這裡我不用講那麼清楚 或九條等稍舊 醬作玉多羅斯義德 或者是九條等等 九條稍微舊了 那麼也可以醬等 把它售成玉多羅斯的 那每一個條狀都是兩長一短 有七條 我們請看著 一百零九頁這個圖 一百零九頁的圖 一多羅斯的這七條一呢 我們可以算 總共有七條 一二三四五六七 每一條就兩個比較寬的這種布 有一個比較小的 兩長一短 總共有七條 這是屬於七條一 就是我們的七一 接著我們來看到正文二十六頁的地方 第三種就是講到了生祈禮 此云從一 我們這一方 我們中華這一邊翻譯叫做從一 所謂的從一呢 也就是割結之後呢 從何逢治而成的一 那根據利典所制定的 做心的生祈禮 應當要兩成 為什麼兩成 因為如果大一是細薄的話呢 我們的心容易浮動 這種就不是懷配聖道的象狀 如果厚重的話呢 這個大一厚重兩成的話 它的位移比較能夠具足 所以主委可以看 那個開飛機的那種 航空的那個駕駛員 你看它的袖子是不是很厚 走路好像有風啊 有那種 有一板一眼的感覺 那我們的加沙呢 它兩層大一有兩層的話 比較穩重 你單純的話走路就比較輕浮啊 所以要留兩重 不能夠細薄 所以大一就是兩重 其一的五一跟七一呢 都是做一重 如果是故舊的一呢 兩重可以做安陀胃 或者一多羅生 四重的話就做生祈禮 假使是份掃益的話呢 隨意做幾乘都沒有關係 那一雲雜碎衣 也稱作雜碎衣 就是把它減碎縫成的 那這種的條數最多 所以稱為雜碎衣 那條向很多的緣故呢 在三一當中 這種意最大 所以稱作大衣 在吉祖裡頭他講到說 凡是入王宮 或者身作說法 都是要穿這個大衣 就是尊重法的緣故 或者入聚落起食 使勢主們生起靜養的心 都應該要做這個生祈禮的大衣 又者這個生祈禮有九品 各位可以看到呢 這個110頁 我們看這個生祈禮下面的文 下平的有三種 九條 十一條 十三條 都是兩長一短 中平的有三種 有三平就是十五條 十七條 十九條 這是屬於三長一短 上平的升旗梨 有三種 二十一條 二十三 二十五條 這是屬於四長一短 在其實或者說法的時候 來作用的 這個大一的製法 製作的方法都是 長多 短少 為什麼這樣子 表示聖法增加 還請減少的意思 應該九條 二長一短 所以在看到前面正文 它的制定應當就是九條 每一條就是二長一短 根據升旗梨頭講 許字十五條 不得過 他升旗梨頭講 準許到十五條 你不能夠超過這個條數 斯文利講 準許到十九條 不可以超過 根本一切有不利的 準許到二十五條 也不可以超過 那為什麼這一件衣 他只有講這九條 講這些單數呢 單數也就是說它是陽數 陽的話它有陽生的意義存在 意思就是說呢 比丘有教化培育眾生的功德 所以就以單數來表法 那如果陰的話 就有陰殺的意思 所以我們有這個表象 就可以理解到 作為比丘的人 就是要慈悲 化育一切眾生 所以前面所講的 如果你心裡有懷著 貪嗔痴的種種煩惱 就不相應披育著這種煩惱 那麼陰割結呢 九一也是一樣 應該要割結的 瓶子 我們的衣材不足夠的時候 已經有了割結的 玉多羅生 用貼條的生起禮也是可以的 換句話說呢 你已經有這個割結的 玉多羅生 而這個生起禮如果用割結的話呢 恐怕你的衣材不夠 這時候你用貼條的方式 來做成生起禮也是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110頁戶表的圖 這個生起禮這段我們剛才說過了 就是前面所講的 那個圖裡頭的所顯示的 是屬於上品的25條的大衣 都是四長一短 長項比較多 短的少 那麼其次呢 我們看111頁 這個衣材的體色 它的體還有它的色相 衣量的一個說明 那麼講到這個衣的材體呢 必須是求比較厚密的 比較穩重 而這個鑑絲綢 鑑絲綢羅這一些 材質比較不如法 所以要離開這些華美奇異的遺產 不可以做成法衣的 再來色相必須要做三種的染外色 一則青色 生起為同青色 青也就指同青 就像舊的銅色 那木蘭呢 是一種樹名 它的樹皮是屬於赤黑色 可以染一點 所以必須把它染做成三種的顏色 就是青黑木蘭的幻色 那這樣子才相應於法國的這種儀式 這是色相方面的情形 第二個呢 黑色 為知泥涅者 黑而含青 那講到這個黑 就是雜泥 它不是很黑 如果是正黑色的話呢 就不可以 它這裡所講的黑呢 就是淺一點的 或者就是果汁呢 浸在這個鐵器裡頭 用果汁來把它泡在這個鐵器當中 於是就成為黑色的 或者用河床 我們那個河底啊 裡面那個泥土啊 來染成顏色的 那河床這個汁裡 它也不完全都是黑色的 它黑這裡頭 還有帶一點白白的顏色 黑白的這種顏色 第三種屬於木蘭色 為赤黑色 赤多黑勺 這個木蘭色就是我們四川的一種樹木 它叫做木蘭樹 這種樹的皮可以染色 染成赤黑色 那麼赤多黑勺呢 這個就是在緬甸 靠近泰國的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地方叫西松坂納 我們授界的時候有去那裡 它們的山衣都是木蘭色的 赤當中 當中 帶一點黑的就像我們現在穿的這個就是木蘭色 所以山衣都應該染成青黑木蘭 這種壞色 而青跟黑都不是一般我們所講的正式的這種顏色 所以呢必須要有染色之後呢才相應於法無的這種儀式 再來我們說明這個衣量呢 綠雲 度身而依 取足 而矣 這度身而依呢 就度 才度我們的身材 我們的身體 高爬 高矮胖瘦來做意 就是首先以這個衣材從我們的肩下面從肩往下到地 那就在我們的腳踝上方四指四個指頭 這模樣的一個高度呢 做為衣的大小 那常人我們一般人的一指呢是一寸 那多身來做意啊 這個是最適當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高矮胖瘦都不一樣 那麼取足而已 那五分呢 軸量不定 佛令隨身分量 不必依軸 不必定依這個軸數 軸也就指中人的軸 一尺八寸 那麼在各部律裡頭啊 都是以四分力 它的衣量是最小的 而且能夠覆蓋身體 就可以了 所以在五分力裡頭 它所講的就是 墮身的這種情況是最適當的 那麼精準薩伯多論裡頭所講的呢 說三一長五軸 廣三軸 若極大者長六軸 廣三軸半 若極小者 長四軸 廣二軸半 就是說三一的長度五軸 廣的話是三軸 如果極大的話呢 長是六軸 廣是三軸半 極小的話 長四軸 廣二軸半 所以這個三一的所作的大小呢 假使不合乎這個規定的話呢 也是不如法的 另外我們再補充說明呢 假使我們不持這個三一 或者說我們三一 三一呢你入聚落 去辦事情 不帶慢一 比如說不帶三一入聚落的話 入俗人的地方要換下瓶碎 那麼其他部律裡頭呢 講到入聚落呢 至少都要帶一一 起碼要帶五一 最好就是三一都隨身 如果我們外出的時候 你沒有帶出門的話呢 或者有時候你到熟人家 人家跟你挺禮 你沒有一的話 不能夠送人家禮拜啊 或者他要供養你 甘蔗枝啊 或者柳橙枝過濾的 那要受你灰時這樣供養 你沒有大一 受食也要解一下瓶碎 所以我們入聚落外出 都應該帶一出去 才比較如法 而三一外出呢 因帶這個慢衣啊 兩件啊 過夜的時候啊 都是如此的 那麼在食聚率裡頭 講到了說 護持這個三一 保護三一 像我們自己的皮膚啊 這麼樣的愛護 那麼著這個大一 就是生起一體的話 不可以耽誤這個土石 草木 雜石 做這些雜物的工作 恐怕這個衣物啊 會有所破損 假使不 再來就是比丘呢 所行的地處呢 三一波距要橫長隨身啊 就好像這個灰鳥 有兩個翅膀啊 雙翼 鳥有兩個翅膀 才能夠灰形 那比丘三一要隨身啊 走到哪裡就跟到哪裡 天遙海角呢 三一都隨身啊 而在三千回憶經裡頭講 三一呢 在下地 比較低的地方 身不得高床處坐 你就不可以自己 坐在高床處 把三一啊 或者慢衣都放在 比較低的地方 不行的 要放高一點的 在五百問世裡頭講 不著三一 吃東西的話呢 犯罪 這些東西當然包括四種藥啊 食藥 灰石藥 七日藥 禁形所有藥都一樣 你喝藥水啦 中藥水 藥粉都要大衣的 沙咪也是一樣 你要大脈衣啊 才能夠糊 這四種藥 接著呢 我們看張虎语這一段文啊 張虎语也就是我們宣族所做的 那麼裡頭有講到說呢 瓜奇大規 包括三一的大宗旨來講 在金律律三藏裡頭啊 教典 處處說讚嘆到三一的功德 無非是呢 截斷超越生死苦外的大詞周行 那麼疑生癌之替等也 疑就是等 相等的等 生癌就是分斷跟變異之兩種生死 意思就是說呢 成就無上菩提 而來滅阻兩種生死 窮盡無邊際的這種意思 換句話說呢 我們出家批走法衣呢 如法慈戒奉行如來的教職呢 就可以作為梯凳登上去 而達到了常樂我盡涅槃的境界 那麼在我們金律當中呢 就說明 加沙的功德 四村的加沙呢 都不可思議 何況枕見 所以呢 願信教的佛弟子們 依教而奉行 像剛才所講的那個 全醫師 換一隻的加沙 換一隻在身上 就會能夠呢 有這麼大的一個殊勝的功德 所以所講這三陵的加沙呢 本事呢 原本是比丘的智乎 所以沙咪方面呢 不可以把它呢 拿來受此來穿的 那個奧主把它呢 附入這個地方呢 主要就是讓我們沙咪同學呢 知道這三陵的殊勝功德 然後發心啊 善盡啊 將來盡受了比修界 能夠呢 批著這三陵 那百一節謀裡頭講到說呢 求己之徒 慢條是福 而由批則批五條 身為罪難 所以有此可思的 這三陵就是批五條一 批五條一的話就是有過世的 不可不慎的 再者就是說呢 比丘的三陵 在俗人方面 更不可以假去借用的 拿去用的話呢 違反的話呢 要受到天雷火急啊 天打雷批啊 鬼神會譴責的 像高僧傳裡頭他記載 說唐朝 唐朝的時候 贞觀五年了 梁州的安養寺 有一位慧觀法師 慧光 光明的光 他有一位弟子 這位弟子 母親的家呢是很貧窮 家裡頭沒有小衣啊 就來到這位 他兒子啊 就是 慧觀法師這位弟子 的房間啊 他去取這個 故舊的袈裟 把他改做成小衣來穿著 那之後呢 那之後呢就跟他隔壁 鄰居婦女啊 在那邊啊 聚在一塊 彈笑風聲啊 這時候忽然覺得身體 這時候忽然覺得身體 發熱 漸漸的 這個熱 感覺到腰部 須域之間 霹靂的一陣啊 就 拋著一個 隔壁的靈屋啊 在擺部之外的距離 兩個耳朵都是土 昏迷一天之後才 蘇醒 而這位慧觀 慧觀法師的 弟子的母親 因為 把他改做小衣來穿著了 把家燒 改成小衣穿著 就被天理把他打死了 身體就被火燒成 燒焦 然後捲成一塊 捲成一團了 在他的背上就提了一個字 提說 游用法衣不如法也 那等到了 他的兒子要去收屍的時候 又再次把他的身體震出去 把他拋在這個樹林之下 那這一段事情才算是了啦 所以對家燒要恭敬 不可以隨便使用的 那麼下面就屬於 比丘六物的第四箭 那這裡應該是先說明 尼斯坦 這個次序有錯誤的 那麼時間關係呢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個地方 向下文場未來日 回向 提到